嘿大家好我是曖昧 今天要跟大家求精求學 当我们讨论NBA怪物级中锋时 只会提到张伯伦 Bill Russell 贾爸 Olajuwon Patrick Ewing 海军上将Robinson 跟Check 却很少提到Moses Malone 他拥有单季场军31分 15篮板的好成绩 这个数据不论是什么时代 都是怪物级的中锋数据 不要跟爵士队传奇 Car Malone搞混哦 Moses在NBA生涯20年 平均交出21分12篮板 打购8支球队6度称霸的篮板王 包含1980-85年 篮板王508 有3座MVP 1冠跟1座FMVP 而Moses所保持的记录有 史上最多进攻篮板 6731颗 远超过第二名赛迪克传奇 Perrish的4598颗 Moses还拥有单季587个进攻篮板 跟单场21个进攻篮板的记录 大家应该知道进攻篮板比防守篮板难强的多 所以Moses的小名才会是蓝板主席 他的蓝板能力在小丛Rodman 跟俄汉Barklin之上 还有他生涯总分27409分 则是史上第九 提到关于Moses最有名的事迹 是他带领76人拿下冠军那年 他那4-4-4的预言 更成为历史经典 4是4比0的英文 连续讲三次就是指季后赛第一轮 第二轮跟第三轮很少对手 简单来说 他认为76人会在季后赛很少全部对手 虽然最后76人输了一场 但在总冠军战中 Moses打爆假霸 很少休探胡人 多下冠军 他最后在季后赛 场均26分 也获班总冠军赛FMVP Moses出生于维基尼亚州的小镇 他父亲常酗酒未归 使得Moses的母亲 不得不把他的丈夫红出去 所以Moses是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 Mary在离婚后并没有再婚 而Moses是Mary唯一的小孩 所以Mary非常疼爱Moses Mary自己是家里9个孩子中的老大 小学5年级就辍学 开始帮帮家计 然而学历不高的她 只能做一些底层辛苦的工作 像是护士跟肉瓶的包装工 Mary自己过贯的苦日子 也认为儿子将爱长大会辛苦一辈子 所以Mary希望Moses的心灵可以寄托在宗教上 因此给了Moses圣经的摩西这个名字 Moses小时候生活贫困 生活重心只好寄托在运动上 他场上一个人打球打到凌晨一两点 当他国中时他开始发现 自己篮球越打越好 有篮球天赋时他写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成为最强高中生》 冰封在他外公留给妈妈的一本《旧圣经》中 后来Moses升上高中之后 在第一场比赛就轰下32分 并开始带领高中校队屡屡得胜 在高三及高四时 更率领球队50胜0败 拿到州冠军二连霸 Moses高三升高四的暑假 他前去五星的篮球训练营 并获得五颗星的评价等级 评语是卓越非凡 到了Moses高四时 超过200所大学都想招募他 据说Moses的舅舅 就收过内涵1000美金的信封 也传说有人买了台克莱斯勒的轿车 挺着Moses门外又送他 高三的Moses甚至去参观大学 就可以获取200元的出厂费 这就是当时Moses的热门程度 Moses在参加比赛中 得到全场最高31分 这个比赛类似现在 麦当劳高中全明星赛 当时球探对Moses的评语就是 Moses已经可以打职业了 我们当然可以规策说什么 大学可以提供教育 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 他可能比大部分职业球员还强 Moses的甜粉 让他真的被职业球队招募 但碍于当时NBA的规则 导致NBA无法跟他签约 但这没关系 NBA的竞争者 同样是职业篮球的ABA联盟 没有这特别规定 Moses就跟当时的ABA的 犹他明星队签约 开始了职业篮球生涯 当时犹他明星队的教练就说 可以欠下高中毕业球员 虽然心理上我有些排斥 无总认为孩子们需要上大学 即便他们身体成熟到 可以进军职业栏谈 球员需要些时间成长 不论待在大学一年两年都好 但我已经停稳Moses一段时间了 听说他高4就优秀到可以打职业了 而且他的学业成绩不符合大学标准 所以我就前去确认一下 明星队教练接着说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学校的新旧队抗赛 上半场要结束时 Moses的球队已经领先超过50分了 所以他们决定 下半场让Moses换到学长队吧 上半场学长队被打爆的程度 让他们看起来从没打过篮球 之后Moses开始抓篮板 自己带球拼命得分 有时候他会把球传给队友 然后第一位卡位要求 接获回传球后 轻松得分 最后学长队竟然追分到只输2分而已 Moses两边得分加起来一定得超过100分 所以Moses毫无疑问已经具备职业等级了 Moses也在参加选秀时说 我在电视上看那些职业比赛 我认为我跑得比这些中锋更快 大家都说打职业需要经验 但我从不认为在篮下拼搏需要多少经验 所以我告诉妈妈 如果最后我职业生涯失败了 也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失败 Moses成功成为了史上第一个直接打职业篮球的高中生 拿到的新秀合约为4年56.5万美金 当时在游他明星队的老将就说 Moses来到训练营真的让人惊喜 的确他还有许多需要学习 但他现在真的就跟那些刚加入的大学猩猩一样优秀 大家可不认为他只有19岁 都认为他是个够格的球员 认可他的能力 而当时Moses的进攻技巧还非常深色 因为走位意识太差 难以参与进攻 整场进攻可能摸球不到4次 除非他能够自己抢篮板 于是Moses开始展现他的篮板才华 他的抢篮板首要绝技是快速 当队友出手 球还在空中时 他就快速的抢进禁区 转身卡位 在明星队的前6场球 Moses就抓下65个篮板 其中27颗为进攻篮板 Moses最后在新秀年打了83场比赛 场均38.6分钟 拿到全队最高的14.6篮板 而Moses场均得分也达全队第二的18.8分 命中率高达57.1% 不但入选新秀第一队 也获得全明星赛的肯定 Moses在季后赛更上层楼 场均17.5篮板 跟以64%命中率 场均23分 隔西隔年 由他明星因为财务问题宣布解散 球队卖给了圣路一精神队 当ABA随后合并入NBA 圣路一精神队管理太差被NBA解散了 但幸好 Moses最后在火箭找到归处 这造就了他的另类记录 Moses21岁生涯已加入五支球队 而一周内换过三支球队 Lucas虽然不已得分出名 但他的领导能力是最大资产 场间他组织进攻 准确为球给Moses 激励Moses 叮咛着他赶快努力打球 火箭总裁Pederson说 获得Moses后 我们得到了赢球方程式 火箭队交出成军十年来最佳球技 49勝33敗 不但是队史第一次胜率过半 也名列东区中央组第一 成为东区第二 这个球技Moses以场均13.1篮板 成为NBA篮板排行榜第三 送出2.2足弓 还场均13.2分 成为对上第三的得分手 Moses证明他可以立足于NBA Moses在78-79赛季 也就是生涯第五个球技 尊重到15磅 来到235磅 也留起了胡子 他完全成为人间凶器 好似小一号的张伯伦 而且练出小勾设的Moses 不但得分篮板都居火箭第一 更彻彻底底压倒甲霸 与比尔瓦特 他成为联盟首席中锋 他场均上场41.3分 得分24.8分 17.6篮板 7.2进攻篮板 1.5足弓 54%命中率 队友Sleek Watts就说 每个人都在投篮 但那家伙总是在篮下平抢 火箭队全队篮板第二多的 唐加诺维奇 加上第三多的Rick Berry 都还没Moses一个人抢得多 Moses说 我爱死招篮板 得分手有时候会熄火 但篮板永远在那边 他抓下篮板后会传给后卫 新步走向前场 然后闪电般冲入禁区 他的移动一直很快 Moses的最大武器 就是他是联盟最拼篮板的球员 Moses也生吃任何抓篮板的技巧 他能够靠住对手借敌实力 他知道如何避免卡位犯规 却嚼得对手筋疲力尽 之后Moses的身材也渐渐壮硕起来 号称70年代的LeBron跟Carl Malone综合体 在加入NBA第三年 Moses以场均17.6篮板 领先联盟 并获得生涯第一个MVP 要知道 下一个高中生拿MVP 已经是25年后 2004年的KG了 之后在1981年 Moses再度获得MVP 跟带领火箭队打进NBA总冠军赛 可惜败给波士顿赛提克队 隔年Moses被交易至760人队 联装MVP 成为联盟历史上第一位 连续两个赛季获得常规赛MVP 且这两个常规赛MVP 是他在不同球队得到的 他肯带领76人打进总冠军赛 便击败了洛杉矶火文队 获得冠军跟总冠军赛MVP Moses在退休之时 是联盟中最后一位 具有APA之力的球员 他的身高虽然不及 比当时许多其他传奇中锋 但论得分、篮板及防守能力 却不遑多让 尤其是进攻篮板 自从联盟把进攻篮板、防守篮板 独立统计以来 他是抢下最多进攻篮板的球员 此外他的进攻技巧十分多样 这让他得以经常站上罚球线取分 他的打法结合了体能、速度、力量 使他能够成为80年代里 众多巨星中风之一 那么今天的影片先到这边吧 假如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不妨按个喜欢跟订阅的按钮 我还有非常多正在准备的NBA故事 所以就不要错过 那我是艾妹 我们下次再见 掰掰